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因为装告IU肩膀而引起争议的法国美妆网红 昨天在道歉后的提议再度掀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5月28号,这位美妆网红在IG现实动态上传了自己发送给IU的私信截图 我们来看一下私信内容 Hello IU,昨天在红毯发生的事情真的很抱歉,绝对不是故意的 而是因为保安人员让我赶紧移动才会发生的事情,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然后他公开自己是美妆网红后表示 为了向你道歉,我想为你化妆 我过来看的理由也是为了工作 读到信息的话,希望你能回复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明明就是故意的,在确认IU的追踪术后才急忙的道歉 现在又将自己发送的DM上传到IG现实动态来宣传自己的IG 道歉也就算了,还想要惩上关系,真好笑 用这种方式的话,不就可以先去撞有名的人之后 我免费送你我家产品吧,为自己的事业做广告吗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也有可能真的真的不是故意撞到的,然后是真心的道歉 因为对自己的工作很有自信 所以才想为漂亮的脸化妆,不是吗 对于美妆网红上传的IG现实动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在这次第75届看妞娃节 韩国演员从刚五,凭借Broker拿下了影帝 这是继2004年后,时隔18年 再次由亚洲男演员获得的奖项 而韩国导演Pakciano获得了本届最佳导演 在26号最新一季的Quindom 2第三次竞选 即上周的Keypla,PBG,UJU SONYA 播放了意大利索尼,Prayburgers,Hiorin的舞台 而在本集网友们最关注的地方是 已经拿过一次六位成绩的Prayburgers 会不会再次排名第六而在Quindom 2淘汰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三组女团的舞台 以及第三轮竞演的最终排名 首先是意大利索尼的Potoplay Potoplay这首歌可以说是意大利索尼的推坑神曲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唯一的缺点是 不太适合这种竞演舞台 因为需要得分的竞演舞台 比较适合副歌部分有爆发力的歌曲 但是Potoplay反而是非常梦幻 而因为这次的竞演主题是粉丝们推荐的歌曲 所以意大利索尼在编曲上 不是为了比赛 而是为了粉丝们没有调整非常多 所以对于粉丝们来说 应该是最棒的一次舞台了 在我不知道意大利索尼这个组合的时候 偶然听到了Potoplay以后 真的是受到了打击 透过这次的舞台 让我又想起了当时的感情 谢谢意大利索尼给我们看了这么棒的舞台 真的对于粉丝们来说是最棒的舞台 能在Q&A看到Potoplay就已经很满足了 为了粉丝们没有编曲成竞演歌曲 真的是太太太棒了 接着是Brave Girls的Redson Brave Girls这次的舞台 可能应该是很多人想要透过Q&A 最想看到的Brave Girls的样子 有着能让观众们产生共鸣的故事 编曲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结果在这次舞台的全球投票 Brave Girls获得了最高票数 拿下了第三轮金眼的第一名 跟童话一样 在童话里主角没有放弃 最终编幸福的故事一样 然后就好像是要我们也不要放弃 一起要变幸福一样 而给了我很多鼓励的舞台 帅气的舞台很多 但是有着感动的舞台并不多 最近我一直很低沉 都亏了Brave Girls我受到安慰了 姐姐们一直会支持你们的爱你们 感觉是最为粉丝们着想的舞台 我觉得歌手就是要唱歌实力好 所以你是我心目中的第一 真的疯了 服装颜色灯光演出都疯了 真的整个舞台都是鸡皮歌的 虽然目前为止一直都很喜欢你 但是以后会更喜欢的 全球投票六位太夸张了 这舞台怎么会是到处低音呢 不管谁说什么 不管排名是多少 祝林还是一样的吞掉了Q弄铺的舞台 其实我是觉得祝林最少最起码会是前三位 但是排名却是让我个人觉得有点意外 而在祝林的舞台结束后 也发表了第三轮金眼的最终排名 然后在下个礼拜将会进行最终舞台的对决 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心目中的第三轮金眼排名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